今天是2019年 区議會一般選舉的提名期 開始會到這個月的17日 那個選舉會在11月24日舉行 政府是全力去進行籌備工作 也都會盡一切的努力 爭取区議會的選舉 可以按照相關的法例 在公平、公開和誠實的情況之下 是順利舉行的 當然了,因應香港近期發生的事件 我們都要根據法例 作出一些危機的預案 以維護選舉的公平、公正 而事實上在區議會條例 第547章第38條裡面 是有既定的條款來去處理 如果是發生一些 嚴重的違法暴力的事件 一些騷亂 危害公眾安全的事故 以至選舉當日 候選人或者支持者 不能夠進行投票 或者是之前進行競選活動 那是可以有這個條例 有個機制來去處理押後選舉 如果有需要是需要押後的話 新的選舉日期根據法例所定 亦都必須是原本投票日之後的14天之內 也就是說是不可以遲過12月8日的 當然在實際安排上面 我們已經預留了12月1日 就是之後的一個星期日 作為一個後備的投票日 如果選舉不能夠在12月8日之前進行 根據那個法例 那個機制 政府是需要修改區議會條例 用法案的形式 經立法會三讀通過 才可以進一步 是押後選舉的 如果法案通過的生效日期 和押後的選舉日期 是遲過2020年1月1日 就是說第六屆區議會的 民選員的任期開始的日子 那區議會就會出現真空期 一個是押後選舉的 總統的選舉 現在委員會將跟我們交替 他現在的目標 是押後選舉的 我們要旅行的 選舉的 選舉